縣長許舒華,令委馬文俊及地方明代出席通車典禮 並在地方騎勞帶領下一同走過貫通路段 祈求道路設施長長久久,交通行車平安 現遠簡俊庭及唐曉芬表示 會解決富林路及虎山路交通瓶頸可謂好事多麼 多年前原計畫拖寬富林路 已面臨部分地主抗爭作霸 經費也被中央收回 公所決定另闢52號道路銜接富林路 終於解決當地交通瓶頸 這條做分流,讓我們要往中心、往南道的 照相過往過去的富林路地徑 要進來我們市區 要來太平路,要進來我們市區 有游泳要回往往,倉北的車輛 只僅可以帶給我們草屬鎮明相當大便利性以外 同時也是貫通到我們的手工智慧園區 那相信呢 未來不管是對於鎮明 還有觀光遊客上面 都可以帶來相當大的便利性 要索解到我們富寮 our town 這些車輛要去市區 也或是說要去南島交通 所以我们公所在博和新处理中间分流 来给我们所改的交通的频繁 我相信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县长徐舒华表示 未来县府会持续结合县级立委争取中央经费 协助公所改善草屯镇瓶颈路段 提升生活及交通品质 让草屯镇更宜居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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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